陳怡郎可能 陳怡郎做工地秀 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因為這個做工地秀啊 這個 很多歌星嘛 然後我是唱歌 不是賣什麼賣肉的 那你覺得誰是賣肉的呢 陳怡郎先生 誰是賣肉的 我們誰在賣肉 那你覺得誰是賣肉的呢 歡迎收看《玫瑰之夜》 我們歡迎民兵王國天王巨星 工地剪載秀主持人 李茂山 方方方 工地秀呀 最好看 工地秀呀 真好轉 錢財勇裝 真勇敢 工地 工地 我愛你 好 所以說得好 五湖四海街兄弟 三叫九流巨堂 小妹方方方 小弟李茂山 上台一鞠躬 幹嘛 我們今天說相聲啊 講相聲啊 今天來到貴寶地 那就好好推銷一下我們的產品 說到推銷什麼產品 我們是來做工地秀 不是來賣包藥的 賣房子啊 對啊 你要知道我們現在房子 非常的蓬勃 這是蓬勃也好 對我們藝人非常的好 當然這是 這個兩鄉這個 相輔相成的工作嘛 對不對 根本就是我們衣食父母 怎麼能講說我們衣食父母 或者是衣食父母 我們現在 我現在拿一本錢 就是靠工地秀賺的 真的啊 那你絕對不能這個 今天一定要好好的表演 我每次你知道 到禮拜天都要拜拜啊 千萬不能下雨啊 一下雨就沒得穿啊 真是太辛苦了 是啊 不過今天我們是 除了天氣非常晴朗之外呢 而且請到的特別來賓 也都是天王巨星 聽講都是工地的王子 工地的公主啊 對 首先我們也請到的是工地的 老闆娘 老闆 講到老闆娘 那是最重要的 真正我們的衣食父母 就是他們的 對 趕快請他們出來 歡迎陳藝朗 余豐 當時對 當時對 虎琳 兩位好 當牛的 對 去花店 好 頭一次聽到人家叫我當牛 因為幾年前我就開始做工地秀 一場一場這樣A 我就有一個志願 總有一天我要當作工地秀的老闆娘 建築公司的老闆娘 這是黃天不復苦心人中 他說一場一場的A 太慢了 乾脆就直接嫁給工地秀的老闆 這也是一個捷徑這樣 就不用一場一場A 一票A 雖然這個董事長是外型差了一點 但是內在挺豐富的 你講的是什麼 我們陳董怎麼會差呢 對不對 怎麼沒有錢最多啊 對啊 再說怎麼看也不比禮貌三叉 你還不是那個貪污的錢多你才嫁給我 娶我有什麼不好買一送一 娶了我還帶了一個來對不對 那這個董事長 那你覺得為什麼要娶老闆娘 她的優點在哪裡 很簡單的事情嘛 就是 什麼是 漂亮 好用 不過兩位今天這個 是我們這個工地秀的主人 有沒有想到為什麼要邀請到這麼多巨星 來參加這種工地秀 對你們真的有幫助嗎 可以告訴我們陳董 先讓我們老公發言 陳董講一下 因為這個工地秀我做得太多了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建築公司的老闆 比較會賺錢 一票就可以賺很多 對啊 但是工地跟你們蓋房子 難道是拿這些明星來蓋房子嗎 對你們 不是 因為你要知道這個 什麼都要現在這個行 各行各業都要看廣告宣傳對不對 那我們不惜中心請一大堆巨星來 我們這個工地 那記者一大堆就跟來了 你看你看 就是先造成人潮就對了 對 上報率就高了 那一有漂亮的巨星 那人潮就來了 那我們的客戶也就多了 對不對 看看秀不花錢 結果就花掉一棟房子了 對不對 那是最好的一個宣傳圖鏡 對啊 而且羊毛出在楊身上 雖然是免費的秀 買房子的時候 馬上就給它加上去幾層 所以是輸一輸的 楊小儀釣大魚就對了 今天你們邀請到的特別來賓 一定是相當的 那多了 讓我老公介紹一下 不過我們還有新的計劃老公 你上次跟我說還要邀請他 我的計劃 他邀請雷庚總統 還有這個買單 買單 買單 我要打給我 買單 我是說吃東西吃到買單 買單 買單 還有那個 還有這個貓王也要把它請過來 貓王是嗎 你去搶 是那久了 麥可傑克森 你一個棄 不是 你怎樣死嗎 你是在棄廚還是棄網 沒有 這個你沒有聽 叫薩網 不是 我老公是認為 反正我們財大氣出 有錢能使鬼 摧莫死了都可以 把它活過來 死人活人一起來 什麼對情 那你首先請誰呢 不是 最重要的是 因為他們蓋的這個是 嬰宅 陽宅 還不清楚 所以你不要亂講 我們趕快來看一看 他今天還有邀請哪些天王 來 一起 霍正琦 許淑妍 許淑妍 今天這代表的是新生代參加工地秀的新進 我突然覺得 你屬於年輕一代的 我怎麼不曉得 你沒看我的搭的搭 你沒看我的髮型 那麼新的 今年貴更三十幾的 沒有二十幾 我剛才開始生日 像許淑妍這種 講真的 工地秀老闆最喜歡請他們這一種 可是他是算新進的 沒有 因為我很少作秀 作秀做得不多 所以還是等於是新鮮的嘛 很新吧 人家獲勝一下 私底下講 我哪有水 沒有啦 那被剪頭 我今天為了他把髮型剪短 你知道嗎 我要配合他 其實我想這樣 我看得出來好像這個年齡上 還是沒有什麼很大的差跡 真的是 我覺得還蠻相近的 頭髮弄短以後 你意思說你比較臭老了對不對 沒有 因為我今天來的時候突然覺得 我好像要上幼稚園 怎麼會呢 覺得工地秀你不常參加的關係 不常參加 然後有時候去參加會很緊張 因為第一次感覺工地秀是 很多人在做工 然後你去唱歌 以為是這樣子 我以為是這樣 那你自己有沒有親身 有沒有體驗過工地秀的 自己真的有沒有做不住 有做過 有做過好幾次 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很好賺 因為我覺得 應該要有新生一代 來參加工地秀了 不然老是看那老面孔嘛 對… 常常有些心心的 所以我們今天來的目的是要 你現在是講你自己是嗎 不要老是看到你這種老面孔 我很喜歡做 那喜書演 你可不可以告訴 稍微大開始提一下 你做工地秀的感覺 工地秀很不習慣 因為那台子都是木道 都是木道 對 跳一下這個 也許踩個洞鞋 有時候踩個洞鞋就陷進去 對啊 也沒有光 什麼都沒有大廳 人家在坐的 還有坐在假的車上 好像感覺到 很多啊 做工地很好笑 有的人 像年紀比較大 坐在單車上面搖著檳榔 對啊 就這樣聽你唱歌 我想聽他們這樣講 工地秀的趣聞一定很多 我們待會兒留著 待會兒好好聊一下 OK 好不好 你們個屬於年輕一輩 對 接下來這一隊 算是比較老一輩的 算是我們工地秀的主師爺 很早以前就開始做了 有的好好介紹一下 大家都非常耳熟的 謝磊 邝 邝美雲 神力 工地秀的主師爺 最早就開始做這個工地秀 像是邝美雲就比較吃虧一點 謝大哥在多久以前都開始做工地秀 好幾年前 差不多多久可不可以跟我們提一下 正確的這個年份已經忘記了 不可考 你看他沒有 謝大哥可不可以跟我們 稍微簡單聊一下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工地秀他本身真正的來源 是怎麼來源 早期呢 那個最早的時候呢 沒有像現在這樣子 工地秀也沒有說 哇 燈爆子那麼大 然後請的這個演員啦 歌星也是沒有那麼多 那當時呢就是說 好像有人在唱歌啦 那有人在跳舞啦 最早的是還有那種 比較清涼的秀 喔 特地步的啦 那越來越來這個工地越多嘛 競爭越多嘛 他們就會越請這個大牌啦 越來越請越多 所以用歌星來吸引觀眾就對了 不過像邝美雲 有沒有在台灣參加過這種工地秀 有沒有 曾經有沒有過 今天是第一次 今天第一次 第一次啊 真可惜 這個是我 第一次就賺一千多 真正的台灣工地秀 不只這個價錢 我們製作單位 等一下你做完是給你一千多而已啊 我跟你講 下個禮拜天跟我去 最少的五萬 不過邝美雲在香港有沒有做過呢 有沒有做過 應該沒有 不過你小不知道台灣工地秀 是什麼樣一回事 我知道我在這邊看報紙看到 有聽講過 其實我想這個 凡事都可以試試看 它是不同的表演方式 不過就像剛剛謝大哥講的 像以前做秀 有的是叫脫衣舞啦 有的是真的是唱歌 像現在的工地秀也是包羅萬象 有的真的是以歌喉取勝 有的以美色 那有的是根本就不用開口講話 站出來就夠分量了 那接下來介紹這位真的是 不用開口就可以拿到錢了 真的 要不要看看她是誰 好 我們來歡迎 葉姊妹 李茂菜你在幹嘛 李茂菜你在幹嘛 你 製作單位一妹真會安排 安排這兩個給我 什麼都比不上她 這個是前採用的 對… 今天很難得邀請到這個最有分量 所以你看我就知道 我們今天吹打巴手你看 為什麼這個聲音非常的嘹亮 今天所有的業隊精神都非常抖手 原來就是我們葉姊妹小姐 光臨我們玫瑰王國 對啊 尤其是這個葉姊妹主要 她這個身材非常的突出 怎麼想到今天來接受 我們這個工地秀 是跟我們老闆有特殊交情嗎 還是酬勞給得高 其實你這個剪彩 沒有什麼價錢 沒有什麼錢我都幫你們剪彩了 真的 義務的 義務的 對啊 你看我們今天面子多大了 但是我想這個講到剪彩的話 是不是我們剪彩的道具 都準備好了 來 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這個 對啦 這個太小了 這個戴剪刀比較 對…比較符合她 比較符合妳是 怎麼會這樣 不是 葉小姐 是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妳什麼都大 所以我們就這個 所以大能… 當然是比較能代表妳的標誌 但是 妳用這把剪刀 那就把妳大的部位給遮住了 那我們花那麼大筆的錢 不是就又是她的價值了 對 這把剪刀比較適合余峰用 就是用這個好了 用這個… 對 而且這個大不一定好用 你看這個大我剪給妳看 幫幫幫 您自己留著用好了 這個不能剪 這個不能剪 對… 好 那我們這個 最後就葉子妹幫我們這個 玫瑰王國剪個菜 來…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來 來 1 2 3 非常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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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說實在 這個葉子妹也在台灣 真的去參加過這個工地秀嘛 剪彩 那個時候的感覺怎麼樣 我現在在台灣這個時間呢 剪了很多很多這個工地這個剪彩 剪彩 對 我覺得這個剪彩很好啊 將成比較最快就是剪彩了 比拍戲輕鬆 對啊 對 我在上海拍戲 一天拍一組就要12個小時 還是24個小時 比較長的時間 但是剪彩了最快賺錢的 有沒有遇到一些比較有趣的事情 不如說觀眾看到妳 有沒有特別興奮或者是什麼 其實… 看到妳就覺得 那房子可能買得太小間 怕裝不下 會不會這樣 我覺得這個… 去這個剪彩的地方 就很多人啊 她有很多人 她們都很熱情啊 還有我要給這個照片給她們啊 但是很多人都有一點點 就很危險啊 真的 怎麼講危險呢 她的意思就是有時候拍照 有時候我講這個歌迷的時候 到激動的時候會擠來擠去 那最主要不是擠啊 想說碰碰槓是不是實在的這樣 大家平常能夠去參加工地秀 每一個人一定有每一個人的優點 對 我們好好聊一下 對不對 不過像這個霍正錡 自己參加工地秀 我們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趣的是 就是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有一個姓曹的主持人 跟我們一起在高雄 就做工地秀 從沒有人 男的女的 曹的姓藍 擦西洋嘛 從沒有人 曹死人 從節目開始 她一個人就開始在那邊 沒有人就開始講講講講 講到有人 然後上去很多都是這種小孩子 都要獎品 都不要別的 就要獎品 拉著褲子走 我覺得工地秀 什麼樣形形色色的人都會有 他們這個小孩子 純粹是來要獎品 不是來看房子 這些小孩子 也不一定有這個購買力 對不對 可是都是來看熱鬧比較多 不過像徐淑妍有沒有參加過工地秀 有 比較少就是了 有沒有遇到一些有趣的事情 真的譬如說唱歌唱一半 那高跟鞋插到 因為那個臨時搭的舞台裡面 這個是有 不過還有 這比較普通一點 有一次我穿個 像去年流行那種百褶裙 很短 那我們上樓梯都是那種 臨時的那種 臨時的那種 不是木板 鐵皮 鐵皮 走走走 然後那個風一吹一吹開 是會票氣啊 還好裡面我有穿 對啊 應該在剪彩 一定要穿褲子了 沒有 不只是褲子 我想誰裡面不穿褲子 遺豐有從來不穿嗎 因為剪彩的台很高 觀眾很低在這上面 知不知道 我們這樣短短的裙子很危險 真的 但是我講真的 像剛才她那種情形的話 怎麼吹都吹不起來 像妳這種裙子怎麼吹 但是很短 不可以啦 這裡已經有點裂開耶 真的啊 這裡 哪邊裂開呢 哪邊 哪邊 講到漁峰啊 以前啊 在國外做個工地秀 我要講給大家聽一下 開玩笑 他有一天啊 我們一大票十幾個人去做 去表演 去表演的話 他想說天氣很熱了 他就買一件泳裝 那個泳裝啊 全部都是白色的啦 全部都是白的 後來他就 身材真的非常好 不是臭 不是在臭 中國人的身材 要向他們好這樣找不到幾個 他就下去這個游泳池旁邊 所有的外國人看到他都尖叫 我的天啊 後來他跳下去以後 他想說 上來的時候 當他上來的時候 所有的前場 不管男女生都尖叫 他說 可能是不是對我這個身材 非常羨慕呢 不多啦 因為那個白色的泳裝 全部透明的啦 看得一清二楚啦 講到陳一郎 陳一郎可能 陳一郎做工地秀 有沒有發生什麼有趣的事情 因為這個做工地秀啊 這個 很多歌星嘛 然後我是唱歌啦 不是賣什麼賣肉的 那你覺得誰是賣肉的呢 陳一郎先生 誰是賣肉的 誰是賣肉的 我們誰在賣肉 誰是賣肉的 那你覺得誰是賣肉的呢 我們是賣業 對啊 反對 對 反對他的 葉子平 葉子平你反對吧 當然反對啦 反對反對 人家是賣業的 不是賣肉的 那你看尤其謝大哥 他跟堅持反對啦 剛剛在那邊 好 你覺得就是 他的意思就是 他是純粹靠唱歌 所以他可能 靠歌藝 碰到的事情不那麼多啦 那我想那個 這個邝美音沒有錯過嘛 那謝大哥 謝大哥本身 可不可以跟我們講的 比較有趣的 有趣的是很多啦 這麼多年 不過像 像這個陳一郎這麼好笑 沒有 不過我想大家能夠 如果常常來參加 我們的玫瑰之夜 這種工地秀一定接不完 那一定的 不過今天謝謝許姓門 參加我們的 玫瑰之夜 玫瑰之夜 堅持反對 玫瑰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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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